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让我们一起为灾区祈福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最困难的时候重新站立 石凤间倔强的生命 尝使我感动地潜然了一下 是那不定的风 把那无人采写的种子散入到海角天涯 当它们不能再找到泥土 它们便把最后一线深的希望 寄托在这一线石凤里 尽管它们也能从阳光中分享到温暖 从雨水中得到湿润 而唯有那一切生命 赖以生存的土壤 却要自己去寻找 它们面对着的现实该是多么严峻 于是大自然出现了惊人的奇迹 不毛的石凤间 从生出倔强的生命 或者只就是一处处无名的野草 春绿秋黄碎碎枯绒 它们没有条件生长宽阔的叶子 因为它们寻找不到 足以使草叶变得肥厚的营养 它们有的只是两三片长长的细瘦的薄叶 那细微的叶脉 搞知你生存该是如何的艰难 更有的 它们就是在一粗粗薄叶下 又自己生长出根须 只为了少下母体损悉一点乳汁 便自去寻找那不易被察觉的石凤 这就是生命 如果这是一种本能 那么它正说明生命的本能是多么尊贵 生命有权自认为辉煌壮丽 生机竟是这样的 不可遏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像文章中写的那样 顽强拼搏 哪怕再微弱的一次希望 都会成为我们生存的动力 我是何洛洛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